本次座谈我们将要来讨论 如何透过多方利害关系人 治理的模式来防治所谓的网路霸凌 那在本次的座谈呢 我们会先邀请两位主讲人来进行主题演讲 之后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综合语谈的环节 那在开放发问的过程当中 也请各位想要发问的来宾 可到我们前方的发问处排队进行发问 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本次座谈会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爱问网路防护机构 执行长黄一峰黄执行长来为我们做个开场 大家午安 先谢谢各位 今天外面下雨天坚持到最后 这个议题其实这些年来随着一些媒体的报导 一些不幸的事件 开始让大家越来越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过去我们可能会谈校园霸凌 职场霸凌 那现在大家关注网路霸凌 因为其实它跟过去我们所想象的霸凌不太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过去我们也许在那些霸凌也许在某个场合 你看得到对你霸凌者是谁 但是网路的霸凌有时候其实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对你霸凌的人是谁不知道 人就是这样 当不知的时候其实有更多的害怕 那这样的议题其实必须要我们来探讨它 那网路上面有太多的问题 其实今天早上的一些议题的讨论里面 大家也许慢慢都是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网路上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政府到底要不要过度的去管理 过度的去涉入 那大家共通的想法都会比较是 网路能够走到今天发展的世代 往往就是因为它是帝都的管理 政府的介入可能没有这么多 但是随着网路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想 那谁的角色在哪里 基本上IWIN就是一个政府跟民间协力的一个典范 那既要维护网路的言论自由 又希望网路的发展能够快速 那政府的手到底要伸得多深 其实结合民间的NGO的团体 让网路上的一些事情 大家共同讨论 找到一些处理的方式 这似乎是现在的一个方向 那这也是大家现在在谈网路治理的这个里面 所谓的多方利害关系人 大家借由共同讨论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 让网路这个世界让网路的这个管理能够有一个秩序 那今天在网路霸凌这个议题里面 准备了两个主题的演讲 那第一个主题是从 在题目在这边就是 无所不在的网路 无所不在的言论伤害 网路霸凌的太阳 那我们刚刚说明的 其实网路的霸凌 是不是跟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霸凌 有什么的差异点 那这个主讲者 彭伦朵先生 他目前是心地好一点 霸凌少一点 这个粉丝页面的负责人 那他呢 过去有一些实际家里的生活的体验 就是他的家人 也许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前年的时候 有一位艺人杨又矣 那不幸在这个过程当中 失去了他的生命 那让我们大家更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彭伦朵先生呢 因为家里的这个经过 所以现在他积极地在 网路霸凌的房子这一块 贡献他的心力 那他呢 一直期望就是说 能不能借由这些所谓的 社会企业的这些共享的概念 结合这些NGO 来推动一些大龄的房子 那这是待会儿 彭伦朵先生要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很多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去讨论 那法律层面在哪里 应不应该从法的层面去做一些的规范 那所以呢 第二个主题会谈到 从法治的观点 看网路霸凌的问题 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请到了长期 在这个网路的法治里面 所谓贡献的 资策卫科法所 这个郭荣静郭副主任 那过去呢 他有很多的经验 协助政府在一些 网路法规调试里面 他提供了相当多的法治的一些建议 我想 他的这个经验 也许今天 来就这个问题 他可以提出一些 给我们不错的形式 那 接下来 我想就先邀请 第一个主题 彭仁朵彭先生 来跟我们分享 我所不在的言论伤害 网路霸凌之太阳 那我们是不是 用掌声来欢迎彭仁朵 李伟源 郭主任 那个 陈执行长 黄执行长 还有在场的各位 霸凌防治的先进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大家早 大家好 好 不好意思 那个刚下飞机 那个刚从比利时回来 所以 很高兴 能够今天站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一年多来的一些 在网路霸凌防治上面的一些 小小的心得 说实在的 呃 在 霸凌防治这条路上 有太多的前辈 走在我们前头 我们做的事情 实际上只是很单纯 我们刚刚指引长的介绍 就是 一年多前 我妹妹 不告而别 然后 然后 在他的 留下来的 资质片语里面 是希望能够大家 重视 网路 霸凌 实际上是真正 会 让人 失去求生的遗职 的这一个 遗愿 所以我们后来 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朋友 一起把这个网路的 求助的工具 呃 给 搭建起来 我先 让大家看一下 呃 我们一年多前 在募资平台上面 所分享的一段 影片 他的名称叫做 键盘会杀人 一个一分钟的影片 是 这位是谁呢 我先给你 一分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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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是 好 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 實際上 我们是先在社群上面 在Facebook的社群上面发起了这个活动 然后得到了蛮多人的回响 然后陆陆续续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从二十几万到现在 已经有三十几万人的追踪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身份就从一个农产贸易公司的 营运长变成兼职做网络霸凌的平台的发起人 那在这一年多来的时间里面 我们一共到2017年的五月为止 我们协助了三百八十多位的网友 那这个数字实际还是持续在增加当中 那我们因为接到这个主题的邀请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就从我们这三百多个 曾经协助过的网友里面去归纳出 大概可能在网络霸凌里面有的样态 因为实际上 电脑工会那时候邀请我来的时候 我说实际上我们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能够累积的这个样本数 并不是太多 所以我或许在今天分享的那个样态里面 不是非常的全面 可是至少我分享每一个主题里面都会有一两个案例 是我们曾经协助过或是我们曾经观察过到比较极端的例子 实际上最多的 占的比例最多的实际上就是匿名外挂城市所留下来的霸凌行为 靠杯系列我不知道在场的人有没有 应该都有看过类似的发文在这上面 实际上我的妹妹 当时也是因为靠杯系列的匿名油盐 一些不时的抹黑 让她觉得 很沮丧 那实际上靠杯系列它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全面的 各行各业都有 你可以看到有靠杯空姐 靠杯女友 靠杯老婆 靠杯任何事情 那其实我相信类似这种 社群的留言它有一定的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们那时候实际上也没有一定说 要去把这个矛头指向 类似像这样的行为 可是它所反映出来的霸凌殃害实际 是匿名的外化城市 因为类似的社群 它都是躲在类似像的Nani Monkey 或者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匿名城市 它阻绝了被指控的当事人 如果要回头去找说是谁留下这相关言论的线索 那我们也曾经跟脸书亚太区的负责人 有提过说类似的外挂城市 是不是可以留下一定程度的线索 让如果假设今天涉及的这个案子 是涉及到比较重的罪的时候 至少可以让台湾的司法能够有一些回溯的机制 可是并没有得到太正面的回复 那这个东西匿名的软体实际上现在非常的红 红到什么程度呢 红到现在有专门的另外一套软体 它是帮助这些想要匿名攻击的人 也有个管理的程式 就是类似是说你可以同时加入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Coffee系列的这种匿名的社群 然后我只要按一个键 我这个这样子的照片影片或者是留言 可以同时发布到三十个 或甚至数量更多的匿名程式里头 那这种留言说实在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差于饭后的笑话来看待的话 那当然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无上大压 而且实际上我往前推 你看他们这个可能有点 类似的这种匿名的这种外挂 所留下来的社群 大概都会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追踪者 那像我们看我们已经努力了一年多时间 才有累积了三十几万追踪者 我相信有很多社福团的 他累积了十年才几万个人在追踪 可是像这种不费摧毁之力 拿着别人的出球的照片影片 或者是一些非常尖算刻薄的言论 他可以培及到这么多的追踪者 这让我身为一个父亲 我其实觉得非常忧心的 就是说大家在新的网络世代里面 他们在使用类似这种工具的时候 他们的出发点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想象的这么单纯 真的是茶余饭后的玩笑话吗 还是后面他还隐藏了更多的恶意 我不晓得 我们也还持续在观察 那这是匿名的外挂程式 那因为匿名这件事情给了很多年轻的网络使用者 有一个不被发现 然后可以不负责任的这种习惯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 像在我念书的时代的时候 那时候PTT台大椰林 实际上是非常受欢迎的社群 那现在有新的社群产生 论坛产生 它叫Dcard 然后他也是从学校开始发起的一个论坛 电子报告栏 那他是全匿名的 然后现在开始从去年的11月开始 我们陆陆续续接到很多来自于学校的求助 就是说他们的事情被放在Dcard上面被讨论 那实际上不是事实 可是他连发言的那个人 以前在PTT或者是台大椰林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找得出账号 从那个账号里面去找 说他习惯发言的留言的位置是在哪里 可是像类似Dcard这种完全匿名的论坛 现在是无从早起 那大家讲的话 其实留言的那个内容的尺度 就会宽非常多 那或许是有需求才有攻击 就是说或许大家就是觉得说 我很想要看这种非常 sensation的留言 所以我才会选择上 匿名的这种布告栏或者是社群 可是这就是会让 我其实蛮难心就是说 会让很多年轻的族群 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一个 言论尺度实际上是非常不受限制的 的一个习惯 那所以今天其实也很高兴 就是说能够参与像这样子的论坛 我也想听听看接下来的讨论过程当中 听听看其他的专家们对于 这种言论自由的尺度到底在哪里 那第二种我们分析出来 就是占第二大比例的样态 就是假账号的交互留言 那这种假账号的交互留言 经常性看到的是在 发生在新闻的这个网站下面的留言板上面 或者是新闻的发生事件的当事人的社群 的留言下面会看到 那经常性出现的状况就是 一人分事多交 然后交互留言去规避行者 就是说交互留言规避行者意思是说 我们协助的个案里面他其实已经找到了留言的当事人是谁 然后他知道说这当中的哪几个账号 实际上是一个人所操控的 那他们的使用的方式就是说 你留一句我留一句 然后或许一句话 一个应该讲就是说 一段留言本来应该是五句话 他拆开来用五个不同的账号留言 你把五个留言拆开来看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都觉得没什么 可是当事人知道那个人在讲什么事情 那当事人也知道说 当中这五句话里面可能有四句是假的 只有一句是真的 那当他上去反击的时候 他就会 对方就会不断的挑衅那一句真的话 要当事人去解释 那造成当事人非常大的困扰 那同样的就是 就算我们请了协助 请当事人找了律师 要去对这样子的留言 做后续的法律诉讼的时候 其实在举证上面 是遇到很大的困难 这是第二种样态 那第三种样态呢 是未经当事人同意上传 那这是最近这几年 也是非常红的 叫做爆料系列 就是有爆料公社 报效公社 报废公社 这种类似的东西 就是这个就已经不是匿名 这全部上传的都是 有留下他们的账号 可是他们涉及的 比较造成当事人困扰的 很大一部分都是 看图说故事 就是照片本身说出来的故事 可能跟实际上发生的状况 是天南地北的 最有名的 吊嘎妈 大概应该是今年的2月份 发生的事情 就是有网友拍到 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 小朋友在天气很冷的情况之下 穿了一个短袖 然后上了爆料公社之后 开始社工 开始介入 来质疑这个妈妈 是不是没有尽到 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 然后开始有一些争论 然后下面的人 然后很多 她的妈妈们 妈妈当时就讲说 有非常多的人 打电话到 他们家里 她也不知道这些人是 从哪里得到她自己的 这些电话 或者是email 的这些资讯 那这涉及到 通常会涉及到的 就是爆料公社 通常涉及到 是下面我讲的 还有另外一种样 它叫做肉搜 通常他们是一起来的 再来有一个 我们有接到的 这个当事人 实际上这张照片的 当事人是 投诉的妈妈 然后她是患有精神疾病 其实她是想要自杀 就自杀的时候 她因为某种关系 反正就被人家拍下来 放到爆料公社上面 然后下面就出现 大概七千多个留言 讨论了这个人 她的长相 她为什么穿的衣服 都跟事情本身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那个当事人的女儿 就是透过 我们后来也转介给Ivy 就是透过当事 那个当事人的女儿 来让我们这边求助 就是说实际上 对他们的家人 造成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他们也知道 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可是她并不觉得 她照片是应该 要被放到网络上面 被讨论 那第四种的话是 恶意散布不雅讯息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 在通讯软体上面 比较跟社群无关 就是可能不像是 Facebook或是Instagram 这样 它比较像是在 社群 对不起 通讯软体上面 会发生的一些 霸凌的样态 例如说 这个案子的话是 当事人 起床的时候 发现她的LINE的通讯软体 里面出现 大概三四十个 问她有没有要一夜勤 的询问的讯息 然后她回复说 为什么你们会有我的LINE的账 她说 你不是就在 WOOTALK上面 WOOTALK是一个 另外一个通讯软体 它是完全是匿名的 男女双方可以 自由配对 完之后 可能接下来 可能是 比如说 色情交易也好 或者是 有很多 我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 一些 不法的行为 反正他们就是 所有的人都是匿名的 然后说 我们在WOOTALK上 不是聊得很愉快吗 你不是说 你要留LINE的账号 跟我怎么样怎么样 好 然后 当事人就跟我们反映说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会被 她的LINE的账号 会被 散播 出去 可是 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也 跟她讲说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可以先暂停 你的LINE 新增好友 或者是什么 就是 检举啊 什么之类 可以提出来的 可是后来她跟我们讲说 实际上 这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他们实际上 根本就不是加入好了 他们实际上是 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加入了 这样子的攻击行为 大概持续了一周左右 然后对于当事人来说 其实造成很大的困扰 那我就不禁止在想说 如果假设今天是一个成年人 他接受到这样子的 骚扰的讯息 或许他还有一些 自制的能力 那如果假设 我就想说 如果假设今天是 我们自己的女儿 她可能是 你可能念国中高中的时候 她接受到这样子 类似的骚扰讯息的时候 会像我们一样 这么 有 这么理性的去看待 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不晓得 可是类似的这样子的 恶意散播不当讯息的 这种 实际上在LINE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的 通讯软件上面 我相信其实 也是一种霸凌的行为 那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不当肉搜 那我举的这个例子 不是我们自己服务的个案 这个不当肉搜实际上 我那个时候是在 关注这个新闻 就是 这大概约莫就是 一个多礼拜 两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 是在新竹 有一个喝醉酒的青年 他 闯红灯酒后 驾车闯红灯 然后打了另外一个当事人 然后他 新闻举止 的确是不当 然后可是出现后面 就是类似 他的 这个新闻事件的后面 就出现 就是开始有人说 这个人是谁啊 能不能肉搜出来 然后这些网路的这个键盘 正义使者就开始肉搜出来 就肉搜到这个人 接下来就是在 针对他的这个部分 就是所有 他的个人的那个社群 的留言串下面 都出现像这个 你看他这个 实际上事情是发生在 五月中 五月底 五月底的时候 那四月十三号的发文 他自己写了一篇 懂得感恩学习 努力给自己交 然后下面就留了大概两万两千五百多则 全部都是骂他对于他自己做人身攻击 或者是说交往滚回他自己的部落 或许他看起来像是个原住民 我不晓得 记得要补牙什么之类 对于他的外表 冷嘲热讽 所以我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端看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网路上面的一些行为 那在协助这些个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蛮悲观的 就是说虽然说是我们是自愿走上这条路的 可是看到这些网路上面这些冷嘲热讽 或者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在所有的新闻事件下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留言 大部分其实都涉及人身攻击 那我不禁忆在想说到底 我们能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去帮助这些人 或者是更提前一步说 我们能不能够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预防 类似像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网络上面不断的出现 去霸凌我们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小孩子 他们所会面对的未来的事情 我在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整理了一下 就是网络霸凌带的特性 大概几种 就是真实身份不明 断章取义以假乱真 人身攻击 那在我刚好今天 就是坐飞机回来路上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书 刚好是上个礼拜才刚发行 它叫做霸凌是什么 那它介绍了日本过去对于霸凌社会的一些研究 那我就看的是说 实际上我们现在实际上台湾的社会氛围已经走在1980年代的日本社会 有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觉得霸凌其实比起毒品 比起其他的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比较起来实际上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通常会希望说大家就是看开你不要去看就好了 别人笑你别人骂你不要去听就好了 这是日本1980年代曾经遇到的问题 后来1990年代开始有一些破窗理论导入这个霸凌的议题的研究上面 后来到了2000年之后 包含美国包含日本包含欧洲的许多国家 其实他们把霸凌看作是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源 所以有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把霸凌纳入到法律 实际上我相信我们上次在公平会上 那个离分委员实际上也有相关的提案 所以接下来可能台湾也要往这个方向去迈进 那我们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讨论的方向 对那但是在实际上有更多作为之前 关于言论自由的这个限度 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应该可以再多讨论 对那除了要当事人别想不开之外 我们到底还能提供什么协助 因为时间快到 我简单告诉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心地好一点目前在做的事情 我们实际上是把一个通讯的一个平台转做 让社工人员跟需要求助的人直接对话的一个管道 那过去的社福团体 他们是利用0800的专线 或者是用付费的方式 用电话去接触需要求助的人 那我们只是把这样子的概念转化到网路上面 那目前实际上我们也是用匿名的方式 所以你打电话进来 不是打电话 就是使用网站联络我们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身份也是匿名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可以被信任的环境 让这个年轻的网友能够把自己心里面的秘密 或者是被霸凌的过程很舒服的说出来 另外我们也希望透过网路能够把不同的社福团体 一起串联在一起 因为过去如果假设是 每一个社福团体是在个别的0800的电话后头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互相支援的 那透过网路实际上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 把大家每一个社福团体能够串联在一起 因为当初我们去拜访 就是我妹妹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去拜访各个社福团体 其实大家都提到是人手不足的问题 每个社福团体实际上都面临这个问题 而我相信其实人手不足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解决 未来的五年十年人手只会越来越不足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结合在一起 一起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实际上我们提出来叫做N加1的概念 那我们也这个不避讳的 我们你看我准备Pick PowerPoint的时候 我们也把截图下来 其实我们现在有四个社福团体 再加法律辅助基金会五个单位 其实上线的时间有限 然后大家都是呈现offline的状态 那我们当然也是把这个实际的样貌呈现给网友看 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是080年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线上到底电话的背后 有没有人能够服务你 那这些是简单的数字 因为时间要到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台湾这是儿福联盟做的统计 只有11%的被霸凌的人愿意求助 那只有36%的人在看到霸凌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 那在国中高中这个霸凌发生的比例是68% 所以我们现在持续的在我们的社群 还有网站上面推行 其实同理性的重要 就是我们设想用当事人的立场 去看他们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立场 去看待他们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给很多年轻的族群 很大的温暖 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去反映 为什么他不愿意透过一般现有的 正规的管道去反映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大人是不懂得我们自己的世界 而我说实在接触了之后 我还真的发现 虽然我也就是三十几岁的人 我去接触这十几岁 二十岁的年轻的网友的时候 我也很多时候我不了解他们的世界 可是我学着同理 就是说我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会比用我们说 我吃的盐可能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我看过霸凌丁什么 他们其实根本听不进去的 所以如何让 像今天可能讨论的主题 可能主要是围绕在言论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提纲 我觉得 以我自己切身的经验 我觉得或许我们站在 在网络世代的立场上面去思考 言论自由的界限应该在哪 或者是使用网络工具应该怎样子做 不应该用大人的立场去思考 这个言论自由的界限 或许比较容易走进他们的心里面 好 三个W.knowbully580.com 是我们的网站 然后我们的在社 脸书的社群上面的 只要hashtag心地好一点 霸凌少一点就可以 就可以找到我们 如果大家今天 因为有很多 我实际上没有机会 一个一个认识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在 我自己的脸书的账号 JDPMG找到我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网络随意批评 霸凌如影随形 希望今天 跟大家分享完 我们的一些小小经验之后 待会在会后的讨论的时候 能够听到更多大家 对于网络霸凌的一些 宝贵的意见 以上我的分享 谢谢 我们谢谢彭八起人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在网络霸凌上 真正需要的人 也许是多一点的同理心 那只要大家都心地好一点 霸凌自然就会少一点 但是我们是不是都只能期待 就是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人 都心地好一点 我们才有办法 可以让霸凌少一点呢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 所谓的言论自由 是不是就真的这么无限上纲 而没有任何限制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直策会科法所 郭荣静副主任 来为我们大家做个分享 欢迎 谢谢 好 首先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场合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样从法律的观点 来看网络霸凌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非常谢谢 黄智英长这边的邀请 还包括李委员 然后包括彭发起人 跟陈老师 其实网络霸凌这个问题 我刚刚在听彭发起人 这边在谈整个 网络霸凌议题的时候 我开始回想这个议题 因为我在进制策会 就现在的单位服务的时候 其实跟黄发起人这边 黄智英长这边 我们很深的缘分 我们开始接触一个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产业 online game 所以从online game产业当中 当时我开始接触 所谓的分级的概念 rating 那rating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要 透过适度的分级的方式 让年轻人接触他们 该接触合适的内容的部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开始会关注 额少的保护 所以 Cyber Bullying一直是一个 我长期在工作以外 会非常关心 持续关心的议题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从国内的观点 因为Cyber Bullying 没有一天不发生 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 但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看待这个议题 有没有什么好的 解决的方法 那么其实Cyber Bullying 为什么会这么的受到宗旨 如果我们今天把命题范围 把Cyber 把Online 把Internet去掉的话 Bullying这个问题 从有人类社会就开始了 因为人类社会就是从开始 除了自根自主之外的话 我们开始不断的蒸发 人类之间不断的开始 有一些互动 那互动难免有一些 比较负面式的互动 所以从Bullying这个名词来讲的话 绝对不是因为网络出现 才开始谈 但是为什么Cyber Bullying 会这么的受到重视 第一个 它跟传统的霸凌行为来比较的话 它是一个无孔不入 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产生的情况 所以它可能产生了伤害 它可能造成的 不管是一个直接性的 物理性 心理性的伤害 还是一个心里面 莫名的恐惧 它可能是一个相成 加倍的情况 所以过去 对年轻人来说 今天我最常遇到的 可能是所谓的 校园的霸凌 那么我放学回家了 我总是可以躲在家里 我可以回到家里 看到爸爸妈妈 我感受到安心了 可是这个是一个网络霸凌 让你即便在家里 让你即便认为 我们所谓的 Safety Brain Key 我即便有一个 我处在一个 我安心的环境当中 它似乎 无法发挥任何的效果 这是一个 我们第一个看到 在Cyber Bullying 开始起来之后 它产生的影响 绝对是 远远大过于 传统的霸凌行为 所以这边的话 是一个在五月份的 新闻在英国的 这个Julia 事实上从美国开始 照报 美国大概在2000年之后 陆陆续续 一些代表性的Cyber Bullying 像在发生在加州的 欧罗里亚 这样子一个案例当中 它经过了三次转学 伊朗霸凌 网络霸凌 还是一直跟着它 所以它慢慢没有选择了 最后让它离开环境 断掉它的网络 最后Homeschooling 我就自己交 所以相对的 自学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稍微远离 这个校园环境 断掉它的网络 也许可以阻绝 一些网络上面的资讯 但相对的 可能也断掉了 它跟这个世界 可能的连结 所以这个是不是 一个好的情况 所以在整个网络霸凌 来说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霸凌问题 跟传统霸凌 有没有办法用传统霸凌的一个处理方法 来解决网络霸凌 看起来是没办法的 那除了说这样子一个网络的特性 造成问题难以解决之外的话 另外一个 我们今天为什么越来越强调 网络霸凌 因为换一个简单的问法 有没有人可以一天不上网的 有没有人可以不滑手机的 所以有时候我演讲的时候 经常反观问比较快嘛 有时候经常会说 大家还记得第一次什么时候上网吗 还记得手机什么时候变彩色的吗 还记得手机什么时候开给触碰吗 那代表这样子一个网络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行动式的装置 它基本上绑架了我们的生活 那么对年轻人来讲更是明显 所以刚刚在《鹏发起人》这边 有提到了整个在网络上面的 一个霸凌的情况的 它一样 第一个匿名外观 事实上整个网络网络在91年 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开放网络商业时候 问题马上就开始产生了 因为网络上面刚刚提到的匿名的特性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是从法律上面来讲 我们从心理学 从网络的行销学 网络有一个特色 它有一个松绑的效应 Dishimition Effects 也就是你这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看起来是个文字彬彬的 但是因为网络上面这个假面具 网络上面这一个匿名的特性 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正派人士 可是到网络上 你可能是黑帮 你可能是汪洋大道 甚至性别可能都改变了 因为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所以当然我们说从技术观点 没有绝对无法被确认的身份 可是这是一个 就一般人的观点来说的话 网络的匿名特性 网络上面这样的松绑效应 让在网络上可能出现的攻击行为 攻击的力道 比实体社会 也许我们在实体社会考虑到 我一打 这个是很明确的 加上我们无孔不入的摄影器材 这样子一个实体的攻击行为 你会稍微去想到 可能产生的后果跟法律责任 可是在网络上 你觉得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更加的肆无忌惮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日本也是在上个礼拜 上个月所发布的 这次已经变成 特别是往Cyber Bullying所造成的自杀行为 已经是他们目前对于青少年 最感到忧虑的问题之一 所以在整个国际上面的案例当中的话 刚刚提到在美国 加州的欧维比亚这样子案例 她还是妈妈最后发现的 赶快来保护她 可是我们说从2000年到2010年里面 另外两个代表的案例 在整个 比如说在Bermont这边的Ryan这个案子 跟在密苏里的这个 在美根 最后都是选择上调 最后都是选择自杀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没办法 去脱离这个被霸凌的一个情况 那求助我们的情况底下的话 甚至连她最好的朋友 她跟最好的朋友求助的时候 像在整个 在Bermont这个Ryan 甚至连她最好的朋友 因为这个是一个年轻人经常出现的 我要西瓜喂大便嘛 我们可能受到团体的压力 连她最好的朋友 都加入一个霸凌的行列 所以她最好的朋友 最后跟她讲了一句话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without you 这个世界将会更好 将会因为没有你而变得更好 当天晚上她都在家里自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 在整个霸凌部分的话 对年轻人来说 网路时代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现在常讲 这些在国内 我们可以有都翻过来 这个毛小孩 小屁孩之类的 那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所谓的Petronating 数位时代的原住民 就零年后 因为零年后 开始开放网路的商业使用 可是在 我记得我大概在08年 09年写下第一篇 关于Cyber Bullying的一个 法律方面的文章的时候 当时其实 因为我们说 以2008、09年来讲的话 刚好离整个数位时代化 这些人刚好都是在 学生的阶段 未成年的阶段 所以当时在国际上 我们看待网路霸凌问题 比较关注的 还是以校园环境 因为你都还是在 学生阶段 所以当时美国 从法律面来思考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 从教育法规 所以当时的美国的一个 看待网路霸凌的话 他们是比较倾向用 传统的 教育行政法规 今天学生不乖 那我是不是就叫你在家里 把你停学啊 把你停课啊 甚至最后你退学 所以这是一个 在2000年到2011年的时候 一个美国思维 因为当时这批小屁孩 正要长大 正在国高中的阶段 所以当时想的是 有没有可能我用传统的 霸凌处罚方法 我把你停课 停学 甚至把你开除学籍 来达到警惕的效果 可慢慢的 当这些 我们数位时代原住民 开始成年了 我们说90年 大概到现在 慢慢的已经步入 二三十岁 网路霸凌绝对不是 未成年独有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只能说 在整个对年轻人来讲的话 特别对这些 从小 有时候 刚刚提到 我换另外一个问法 另外一个说法 比如说我们都记得 我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 也许会很快学会看电视 切遥控器 可是对现在小朋友来讲 他也许先学会的是 如何滑手机 如何上网 而不是看电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网路的依存现象 也让霸凌问题 你对他可能是 又爱又恨的情况 你无法离开网路 但是你一接触网路 这样子的一个威胁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如影随形的伴随着你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去解决这个问题 刚刚提到 美国一开始思考是 传统的霸凌 传统的霸凌的管制方法 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同样的 我们说看邻近的国家 最代表性的 我想这个韩国网路使命是 国内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们过去在国内 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想到了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 我们来学韩国网路使命制 所以其实不只是 网路原路问题 包括网路犯罪 包括一些电子商务的安全 其实国内都有思考过 学韩国的网路使命制 那韩国为什么会推 所谓的real name system 网路使命概念 也就是来自于Cyber Bullying 所以特别是在整个 网机网路的特色 我们说2000年整个 Internet Bubble 网路庞文化之后的话 开始进入到 未2.0 也就是网路变成是一个 不是单向的行销 不是单向咨询的流通 而是双向互动之后 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像 有时候也会报章脱书 那报章脱书之后 纸本的那个 当然没什么感觉 但是你 只要是在电子版 也就是说你难免会去看一下 下面网友跟你的互动 所以有时候网友互动 好像也对我们是一种霸凌 因为有时候觉得你这个人观点乖乖的 你这个讲什么狗屁话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未2.0时代的话 那么韩国就从整个05年 然后到又 左半边这个是一个韩国 被他们公认为一个霸凌的 开始就是一个 韩国女大学生 狗屎女事件 当然这个是他本身有错在先 所以所谓的 我们现在常常讲的 什么郑一哥就开始 把它拍了下来 上传到网路上 然后人肉所所 开始有人评仇出来 好像就是他朋友嘛 当然是匿名的 他是某某学校的学生 所以最后 在网友这个键盘柯南的 最终底下的话 完整的个人资讯被揭露了 所以最后他只要从学校 休学 开始罹患了精神疾病 那右半边 这个是一个 在近期其实 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 因为最近 这位韩国女明星 崔神石的女儿 在网路上上传了一张照片 她拿着一个娃娃 上吊 用绳子 绕着她的脖子 所以崔神石的女儿 还有包括她的前夫 一个韩国的职档选手 都因为整个网路上面的 言论的攻击问题 选择结束生命 所以这样的问题 绝对不是他们本身 结束生命就结束掉了 甚至这样子一个影响 影响到他们下一代 所以在韩国这样子一个 不断出现的 艺人的档案事件 到这个狗死女事件 造成了韩国政府在思考说 那么今天之所以会有霸凌 很大的一个原因 可能就来自于 匿名言论 松绑效益产生的 有没有可能 我强制你要用真实身份 你就不敢做 所以他们就开始思考 整个网路市民 是推动的可能性 所以在网路市民 是推动的情况底下 他们从08年09年 当时一开始 大会说 这个会不会有 比如说侵害言论自由 会不会有 整个法律保留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 还曾经修改过 他们的个资法 强制要去推动 可是在推动之后 负面的效益 也伴随而来 因为你要求网站 要实名收集 要求po文 要实名发表 造成了各自 大量外泄的情况 不断出现 所以韩国的sidewall 包括他们的几个 电信网站 后来都被当人 还有包括被韩国 或者说 我们所有的网军 去攻击他们 所以后来他们就在 11年宣布要取消掉 12年他们 类似他们的大法官 就直接宣布 这样子的一个 实名制度 是有危险问题的 所以这一年代凸显出 我们如果意识到 言论攻击是一个问题的话 那么管制 会不会也是 对于言论的一种前置 所以它会变成 是一个一体两面 在韩国就看到 这样子一个情况 实名制度 不只没有解决 霸凌问题 反而造成了其他 像各自大量外泄的 一个负面的情况 所以到底怎么样的 从法制面去处理 整个霸凌问题 第一个 网络霸凌 要不要用法律来揭露 那如果用法律揭露 要用什么样的法律来揭露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我们回到了 波林这样的定义来讲 波林是不是一定要 以达到攻击 达到伤害 结果产生 作为一个认定指标 还是只要让人一个人 觉得不舒服 就叫做霸凌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国际上 我们经常看待 霸凌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部分 霸凌是不是必然构成 所谓的犯罪 以及能不能用 所谓的刑事处罚 来处罚霸凌 那这篇的话 我今天大概简单的 整理出美国 当然这个是一个 在美国有一个 非常知名的研究单位 塞克布林森特 他们长期的去分析 美国各州 所以在08年 当时美国 只有一半的州 就是我开始写下 第一篇霸凌的 研究文章的时候 可是到了 这个月为止的话 50个州 都已经制定 相对应的立法 也就是已经大家都注意到 霸凌问题很重要 那么在50个州当中的话 目前还留下了 几个争议的问题 其中最争议的问题就是 那么霸凌到底是不是 用所谓的刑事处罚 来规范它 所以这是一个 在整个塞克布林当中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有把霸凌 直接认定为刑事的话 在50个当中 只有18个州 不过这是一个 目前在整个美国 他们实际遇到的就是 那么我应该要 怎么去规范它 这个是一个 在今年年初的话 也就是在这个 Phoebe Prince 这个事件当中 它是一个 我们说过去 刚刚像彭发起人 有提到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的话 有时候会被霸凌的 通常 比如说一过去好了 在学校里面发生的 在学校比较容易 遇到cyber独立的 通常也是在实体环境当中 比较容易遇到的 它可能是 个性比较无辟的 它可能是相对的 也许是一些 类似自闭症 或精神疾病 可是网络上的霸凌 这几年的情况 跟十年前 又开始有些变化 这个在Phoebe Prince 这个案子当中 他本身是一个白人 他也不是小处竹群 他长得非常漂亮 他人缘也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他跟学校 最受欢迎的 足球明星 就是球员交往了 所以其他女同学 开始觉得 为什么是你跟他交往 所以就开始 暗地也去攻击他 导致他最后也选择自杀 所以即便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在这个 麻州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本身的一个 立法当中 并没有把霸凌认为 是一个刑事处罚 并没有认为是一个犯罪行为 但是他们最后还是 觉得评估看看 有没有可能 我是用刑事的手段 来处罚霸凌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再看霸凌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 要不要立法管制 那么要用立法管制的话 用什么样的法律的力道 以及要不要提升到 刑事的犯罪处罚 这是一个我们在 法律面向 所能够看到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这个是一个 当伤害已经开始产生 伤害已经造成 甚至发生了 路同不可挽回结果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我让他伤害减轻 或者即便 这个憾事发生的时候 至少让我们还在的人 不要再受到 这个事情的恶毒的困扰 一个争议的内容 有没有可能移除掉 所以这是一个 从法律层面 另外一个在国际上 被关心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我可以要求 ISP业者 要求这些 霸凌资讯流窜的管道 有机会让资讯移除掉 所以目前在整个 国际立法上面 相较于刚刚谈到的 霸凌本身的立法 那霸凌本身的防治方法的话 多数国家 还是侧重在教育法规 但是侧重在教育法规的话 一个情况 第一个 你所处理的 可能是未成年的问题 所以成年人被霸凌的情况 是没有办法从教育法规 直接的做手处理 我想在座 可能是学生身份的害理 应该是不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怎么样的去好好的处理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在争议内容 可不可以加以移除 那这是一个 在澳洲的立法令 不很特别 它一样的 它是放在 额少保护法规当中 所以我们从澳洲 虽然已经有这样的立法 来思考 移除掉霸凌资讯的可能性 可是回到我们台湾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 当数位时代的原住民 慢慢的 当我们这些 类比时代的老人 逐渐凋零之后的话 当未来都没有什么原住民 所有人都是原住民之后 霸凌问题 实际上是存在于青少年 如何的把整个保护的范围 扩及到整个环境当中 那么我们的法制面 能够做些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最后回到了在国内的现况 我们应该怎么正视这个问题 跟怎么来处理 事实上在整个国内 在行政院的话 在包括先前 蔡宇蔡政伟 以及目前的唐凤唐政伟 蔡宇蔡政伟 就是针对我们先前的事件的时候 有曾经召开过会议 那目前在唐政伟这个部分 还有针对所谓的复仇此色情 也就是原本是男女朋友 分手之后 我就把当初的亲密照片 放在网络上 那这样算不算一种霸凌 算不算是一种犯罪行为 所以在整个国内讨论上面的话 到底是哪些不会的权责 过去我们曾经思考过 到底这个问题 应该由谁接入来处理 但是国内并没有所谓的专责 或者说这个问题 可能也不是单一部会能够处理的 今天遇到的是在额少部分的话 那么额少保护法的主管机关 卫补部要不要进来 那教育部对应的要不要进来 但是如果他到了犯罪程度的时候 我们在内政部的警政单位 在法务部 这个部分要不要来接入做处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那另外的在网络部分的话 通传主管机关我们NCC要不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在国内哪些部会应该一起来合作 怎么样合作 这是一个我们在国内持续没有 应该说持续能在探讨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刚刚一路跟大家来分享 跟介绍下来的 我们怎么样看法规面可以扮演什么 所以过去比较侧重在教育的方式 希望提升学校老师 希望用学校的教育行政的立法 但是问题已经不是未成年而已 而是扩揭到所有人身上 问题也绝对不是摸摸头而已 而是要不要用立法 要不要用刑事处罚 给你一些比较强烈的 给你一些让你会有心生畏惧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在整个霸凌因上面的话 部会的权责 具体的管理方式 还有到底法治层面完不完备 这都是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一起共同思考 那再来一个最重要的 霸凌问题绝对不是只有在小朋友身上 绝对不是只有在小屁孩身上 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 只是这个是一个相对于未成年来讲 因为成年人身心 我们说一般情况 成年人应该是比较成熟的 抗压性应该高一点点 但是必然很高 比如说像有时候我开玩笑 像台风哥的事件发生在各位身上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能够轻松一对 然后对啊 我就想去犯粥 台风天就应该犯粥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正面的看法 来看待任何在网络上发生的言论 每个人对于言论的解读 因为这个不是说每个人一定是玻璃性 但相对的这样子一个尺度应该怎么去拿捏 所以当网络上言论 当一个人感受到不快的时候 实际必然构成犯罪 但是不是一定要构成犯罪 我们才要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霸凌问题 今天相对的会有它棘手的地方 那么言论的保护跟言论的侵犯 往往都是一面之隔 所以在韩国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危险的讨论 所以在国内我们应该用什么好的法律工具 来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相对的我们要如何的在整个讨论过程当中的话 去横平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目前在网络上 许多问题棘手的地方 就是到底谁讲的话才是真的 谁讲的话才具有代表性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留给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副主任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综合语谈 那让我们也要掌声欢迎 今天这是语谈的嘉宾 共同上场来跟我们大家进行今天的语谈活动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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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我们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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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意識可以再做比較多這樣子的一個呼籲 那回來一個是說其實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還是會覺得 霸凌跟網路霸凌其實沒有辦法分開來看啦 因為從我們諮詢當中如果是未成年其實他有蠻大的比率 他都是跟校園現實生活中的人是在一起的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把他全然切割說霸凌跟網路霸凌這件事情來看 但是回來來看他最根本的還是說我們在這個世代 數位時代我們在培養我們的孩子成為一個數位公民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讓孩子有更好的媒體試讀的能力 資訊試讀的能力 他們是不是有數位公民的意識 以及他是不是在我們在當他受到一些傷害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這樣子的回復力 其實我們在教育體系裡面或者是在NGO在做的時候需要去談的 那我們目前現在已經不只是說我們要呼籲網路霸凌 我們要反霸凌我們其實要回來看到是說 更大的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做行為上面的改變 那在學校體系裡面然後在家長端我覺得這樣也不能夠卸責 然後NGO還有政府單位當然媒體本身 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來做一個是我們行為的改變跟反省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讓青少年可以參與其中 我們有看到說學校體系裡面很多的宣導都會是 學校老師做然後或者NGO去做 那一次性的就好像我們這樣一次性做完 或者是一個霸凌週就做完了 就表示我們已經有達到網路霸凌的宣導了 但我們是不是可以回到一個是說 involved讓青少年一起參與其中 那我們聽到青少年的心聲 讓青少年去影響青少年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讓這個霸凌的工作跟預防可以比較的完整 謝謝 謝謝處長給我們的一個部分 我想在學校裡面當然 主要當然就是兒少他們主要的生活圈就是在學校 學校會給怎麼樣落實在學校裡面給兒少的一個保護 那接下來我想清威淵 他過去其實也長期在關懷兒少 那他現在參與了立法院的這個工作 我想從不同的層次也許他可以來跟我們談談看 就是說政府也好或者是更大的其他的部分 周邊的這個協力來講應該做什麼 也許法律其實看來管不及及 那我們應該有什麼一些盡快的措施來讓這個部分 該得到協助的人被協助 謝謝 確實就是過去我是在展翅 所以過去在展翅的一個身份就是兒少保護的一個團體 所以對我來講我那時候的目標是很單純的 我就是要盡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讓兒少在這個部分能夠不要受到傷害 然後能夠多大保護 那今天當然就到了立法院 其實整個角色確實有一些改變 那確實在自己對一些的想法 就是說在立法院他要去權衡的部分 可能就不會只是一個兒少保護達到最大化 可能你還是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單位不同部分 那是一個全方面的你都要去做一些權衡的 那剛剛那個彭華琪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我們在4月21號 4月21號其實我這邊跟吳思堯委員 我們就曾經針對校園霸凌來開了一個公聽會 那你們一定會覺得說為什麼要去講校園霸凌 而不是去講網路霸凌 那我就說光是這個公聽會我們要去制定 就覺得充滿了很多的挑戰 就是到底我們的範圍要放到哪裡 對 要不要成年人 要不要未成年人 然後網路跟虛擬的跟實體的 那這個部分怎麼辦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好 我們就從校園霸凌來談起 因為校園霸凌它還是會有在網路上 剛剛陳處長講的還是有一些相關 可是我們是不是先處理比較 我們會認為說比較可以 比較容易可以馬上再 在比較有共識的一個情況之下 校園霸凌這個方面來切入 那雖然我們的想像是這樣子 可是那天公聽會 其實那個結論也沒有太大的一個共識 基本上要不要立一個專法來處理校園霸凌 其實現場就會已經就是正反意見都已經有了 好 那我們就在假設說 好 我們要去做校園霸凌的話 那這個定義怎麼去定義的一個問題 以及在校園霸凌的範圍是什麼 因為你的權利不對等 那老師跟學生之間的權利不對等 校長跟行政人員還是跟老師之間也都有權利不對等 那其實光是在校園的這些可能的霸凌 它可能也不會只是學生之間 它還包括老師跟學生 還包括整個 所以其實光是在處理這個部分 也有很大的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見解 那最後就是說 那好像要立一個專法 那它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法律 那看到現場有不同的一個見解說 就是剛剛講說要不要立專法 有的是說不用 有的是要 不用這部分 他會覺得說授權給行政機關 授權立法就可以 就不要立法院來立 那如果要立專法這個部分 其實我聽到一個反而比較有一個共識的地方 他就說好我們要立專法 可是在校園的霸凌這個部分 我們不要把霸凌的行為刑罰化 這是不要用刑罰 不要去處罰他的這樣的概念 其實我在現場是聽到的是 比較多這樣一個聲音 那我會覺得會有 比較多這樣一個聲音 是因為牽涉到我們大家想到的校園 想到的就是未成年人 那未成年人 我們當然是不希望用刑罰的處罰 來處理這樣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一旦他是 又有成年人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是不是還是不用刑罰這部分 其實也是有很多的一個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就說其實 光是要不要立一個專法 我們在內廳公廳會 聽了很多的專家學者 還有一些民間團隊 一起來討論 其實也還沒有很大的一個共識 所以其實真的還有需要在努力的空間 那如果說立法 還這麼一個困難的情況之下 有哪些可以做的 我還是覺得教育部 教育部門還是 我還是認為它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目前我們的教育部 我們的教育單位 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再去 跟我們的學生再去講 這樣一個霸凌問題 這樣的網路 網路的整個自律 就是說你在這個部分 你到底是怎麼去教他 我會覺得這是很重要 我們是不是只會跟我們的孩子講說 你不要做這個 你不要做那個 你不要做那個 什麼都不能做 可是到最後他就什麼都做了 因為他也不知道說為什麼不能做 他就是覺得說 就是這樣子 那我要這邊 反而要特別來分享的就是 展翅他之前上上個禮拜 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 我就有看到的那個是英國的嗎 英國的一個 英國嘛 講者 他特別就提到說 其實他們現在是在好多個國家 歐盟很多個國家 是幾個嗎 九個還是幾個 國家 他們開始在推動的一個 就是那個 社會 社會情緒技能方案 就是說 他在講霸凌的這件事情 他覺得應該從小 要去跟孩子談的是情緒的問題 是人際的問題 就是當我們自己有憤怒 有悲傷 我們是怎麼去看自己的情緒的 然後你是怎麼跟人家互動 你是怎麼去建立人際的 那其實這個部分 在真實的社會裡面 在我們的互相 在校園 在跟你朋友互動 是有的 可是你在網路上面 你是不是 有時候這個部分你沒有 就像剛剛講歷靈 我什麼都不在這個考慮裡面 可是我們怎麼樣子把這樣一個 人際互動跟情緒的一個管理這個技巧 其實它不應該只是在我們的實際生物 還包括在網路 同時應該去做這樣一個運用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它是從小去教孩子去面對你的情緒 去面對你怎麼跟人家互動 那這個當然就是可以運用到整個所有的一個層面 包括在網路上 那再來呢 也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的兒少 他要跟誰求助 好像都是 其實國內外都是這樣子 他會覺得說我要跟 我們常常跟兒少說 你遇到問題 你要去跟你信任的大人求助 可是兒少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沒有信任的大人 我跟我爸爸媽媽講 可能問題真的更糟糕 所以就是說 信任的大人 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很大一個問題 我們家長跟老師 能不能成為一個信任的大人 還是我們有可能變成 找到一個第三方的一個大人 是可以被兒少來信任給他們協助 那我想說展示還有那個 彭帆琴人這邊在做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跟爸爸媽媽講 我不跟老師講的時候 我也沒有所謂的第三方 我可以信任的一個單位 還是大人可以來協助 那我想說其實還是 除了法律之外 其實有一些行政的一個作為 是可以來做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我們可以一起來思考的 謝謝 謝謝委員 我想最後我想請這個彭發起人 因為剛剛這個 那個職音跟委員 他們有些東西著重在的是 這個兒少部分 在校園部分 那如果我們 因為被霸凌的時候 可能是成年人 那第三方的角色 在這個地方 可以著重的是什麼 那我想可以 在最後我們再請這個彭發言人 他實際上面 他們在食物操作上面 他的認知裡面 也給我們一點 這個最後的一些建議 好 謝謝執行長 那個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說 簡單講幾個 我今天參與的心得 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 我相信有很多 在網路上面 使用者真的 心裡面的問題 沒有辦法找到信任的人 可以說 那打一個小廣告 就是心地好一點 霸凌少一點 實際上我們串聯的 四大社福團體 隨時在線上 雖然說有的時候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在24小時在線上 可是我覺得我們是一個 很好的溝通平台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 因為今天都沒有談到 一個部分 就是 我們從這個 三百多個案例裡面 我們得到一個經驗 是說 很多霸凌的案子的 當事人 實際上他要的 不是對錯 他要的不是 不是對錯 他要的是 同理跟陪伴 就是說當 因為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剛剛在分享的時候 有講到很多 很多人第一件事情 聽到說你被網路霸凌的時候 周邊的人的反應 已經決定了 這一個人 他可能會低潮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大家跟他講說 你就不要看 不要聽 遠離就好了 可是 會講這種話的人 他一定沒有被霸凌過 他才會講出這樣子的建議 絕大多數 不管是成年人也好 或是未成年也好 我們實際上 心裡好一點 在上個禮拜我們有 分享了一個直播 然後他是一個 就是一碗貢丸湯的故事的 那個老師 他是因為他說 分享他說 要小朋友 分一顆貢丸給 家境比較清寒的人 然後在網路上面 就被肉搜 被攻神 然後我就說 我也問他說 為什麼你已經 都是已經是 他是算是 老師已經18年的教學經驗 我說你怎麼會想說 要不斷的要去看那些留言 他說如果重新再發生一件 這樣子同樣的事情 在他身上 他還是會看 他忍不住去看 所以回過頭去看 他說如果成年人 他都會忍不住去看那些 批評你的留言 我們怎麼可能要求 自己的孩子 說你就不要去看就好 你只要不去看的話 你就不會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說 我只要聽到有人這樣子講的時候 我就說 那你一定是沒有在 被霸凌過 可是問題就出在說 現在的網路環境啊 你 這有點像是 玩俄羅斯輪盤一樣 以前是說只有公眾人物會被 會被公審 會被批判 現在不是 現在是隨便一張照片偷拍了 上傳網路 他就成為 一夕之間就成為 不論你願意與否 你就成為公眾的一個焦點 然後你就必須要忍受這些 網友對你這樣子冷嘲熱諷 而且剛剛那個主任有講到 其實霸凌的很大一個定義 很重要的一個定義 就是強弱之分 那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實際上沒有強弱之分 我們每一個單一的個體 就算你後面有一群支持你的朋友 他去面對這個網路上面的批評的時候 這個強弱是完全顯而易見的 就是他們可能是幾十萬人 或是幾萬人的 在對你在那邊冷嘲熱諷 而你自己可能就是 在那邊一一回覆這些簡訊 所以我覺得其實 因為今天其實很可惜 是沒有聽到太多 有關於言論自由的界線 我其實是蠻想知道說 到底這個 就是包含政府單位也好 或者是NGO也好 在這個言論自由的界線上面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教育 比較年輕的網路世代這個部分 我也想說 或許我們會後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機會 我們可以碰面 然後來討論看看 能夠一起為這個 更乾淨更好的網路環境 一起去努力 謝謝 謝謝彭發起人 我想幾位的一個 我個人的感想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反霸凌這件事情 我們在看待的時候 其實好像會漫無目標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目標對象來自於誰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以其今天我們漫無目標的去反霸凌 那不如應該開始建立我們這些參與這些網路活動的這些人 一些公民的這些 一些公民的這些網路公民 該有的認知 該有的知識 另外就是說 當我們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給他們一個管道 更重要的是他們怎麼去尋求一個管道 因為也許剛剛前面講的 家庭也許不是他尋求管道的一個來源 那該往哪裡去紓解 該往哪裡去尋求一個協助 那我想也是我們應該讓這些參與網路活動的這些公民 大家應該認知的 我想最後是不是還如果有一點時間 抱歉 如果這個主持得不太好 因為時間已經截止了 那如果有問題的人 也許待會可以留下來 我想他們可以跟他們做一點請教 那我想今天很謝謝幾位語壇人 還有兩位講師他們的一個分享 那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是不是我們再一個掌聲 來給五位一個掌聲 謝謝